真的是叫永宗 回声悠扬 感觉宽阔了一下 这就是我们欧乐的主宗乐器 主宗乐器 欧乐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的所有乐器 它都是日常生活的用品 一条一条的 它其实就是文王四宝里面正直 然后我们听一下 这个乐器是我们乐团 这一段发展以后原创的乐器 那一定要听一下 估计是没有的 很时尚 真的 有点像架子鼓的感觉 它是通过空气的震动 这样发出来的声音 这个鼓是在磁吸出土的 有原样的 现在在浙江考古院就说 大家都认为这是朝鲜鼓 其实我们唐朝就这样的鼓 没看见 源头还在咱们这 对 哦 哦 好好听哦 他老是什么都会啊 真的 通了已经 乐器已经通了